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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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各位媒體朋友大家早安 那,我們就開始我們今天這個記者會 那,如果以大膽藻礁當作一個關鍵字的話 這場記者會算起來應該是 有關於大膽藻礁任何事情的第117場的記者會 我想大家可以知道說 其實不管是在公民團體或是保育團體 甚至在學界都有非常大群一群人 持續在關注大膽藻礁的開發案 雖然在這個2018年的這個10月8號 這個安民案已經被通過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其實從 接近兩年前的那個時間點到現在 大家都一直持續的希望能夠找出一條路來 再拯救大膽藻礁 因為其實從很多的資料我其實不用太多說了 我把時間留給發表這篇文章的主要幾位年輕的老師 讓他們以科學的資料來再次的佐證 大膽藻礁這一塊的生態 其實是目前應該說 也就是說全世界狀況最好的一個 一個藻礁生態系 那這篇文章其實是接續的 我們零務局所支持的這個大計畫 陸陸續續的發表的這個文章其中之一 那在這邊文章之後 其實還有其他文章會在國際的期刊上慢慢出來 好 那我今天就不做太多的這個說明 因為這邊的文章最主要的這個作者就是 東方大學生命科學系 以及這個環境生態宇宙中心的這個文章 文老師他所領導的這個團隊 結合了目前一些比較新的一些技術 包括這個聲音 包括這些魚耳食的這個研究 那我們現在就請文章老師 來對他論文做進一步的發表 文老師 好 各位媒體界的朋友大家好 那我這邊就簡短 來站起來 簡短講一下我們這邊的研究內容 那因為我們同時有林梓浩跟林千祥老師在裡面 所以我們後面他們兩個專業的部分 我就交給這位老師來介紹 那這個是QR Code 是可以下載相關檔案的 好 我們這邊研究的採用方式 跟其他以前的研究不一樣的差別 我們除了做一些潮間帶退草以後的調查之外 其實我們也請學生助理去做一些網劇的採集 這是我們架網的一個情形 好 下一張 那以結果來看 我們在潮間帶魚類裡面 是大潭藻礁 G2區和關心保護區的永安是最高的情形 那裡面有很多魚種 其實也不是常常在潮間帶可以看到魚種 像是這個蝦虎它其實就不容易看到 好 下一張 那如果我們把經濟性魚類放進去 就是我們剛才用的這些網劇 或者是我們請當地的釣客 幫我們在各個不同的釣點去做釣魚採集的時候 就可以發現這些經濟性魚類 在G2跟永安也是有比較高的多樣性 那我們多樣性的分析就是用另外一種 C4曲線 然後也是可以看到永安跟大潭是最高的 那這些經濟性魚類在那裡也是很常見 好 下一張 好 那如果今天我們經濟性魚類要看體長大小 因為體長其實也是代表一個區域 經濟性魚類的一個豐富與否 我們用體長來看的時候 大潭跟白玉就是比較北邊一點的樣區 其實有比較大型的魚類 那像在新聞就之前出現過的這個雙濟沙 然後還有龍王膠 然後還有一些那種刀阿跟五魚也是這幾個點 體性比較大 好 下一張 然後我們把我們的研究跟過去2014年 林慶祝老師的一個研究來比較 就發現其實在2014年的時候 他們在大潭抓到比較高的草間帶魚類 不管是種類跟數量都比較高 可是我們現在抓的時候數量這樣低很多 我們大概是推論過去的五六年之間 因為沿岸的開發已經讓朝鮮帶的魚類 種類跟數量降低了 好 下一張 因為大家也會問到說 桃園藻礁到底這個多樣性是高還是低 所以我們團隊把我們過去在台灣 不管是北部八斗子啊 或是南部墾丁還有西部海岸河口 這種資料去做一個相關性的比較 其實大潭藻礁的魚類多樣性大概是排第二 第一的是東部的河口 所以可以看起來說今天就算生態系不一樣 可是你用這種多樣性數量去比較的時候 其實藻礁的魚類多樣性也是相當的高 那接下來這部分就是由我們的林子浩研究員來介紹一下 謝謝大家今天到這邊來 那我這邊跟大家介紹一下就是說 我們用怎麼樣用一個新的科技 就是用水下聲音的方法 來去聽聽看就是說這個大潭藻礁特殊的環境跟生態 那像這邊是我們當時就是說 文文王老師團隊他們協助我們去把我們用的這個錄音機 放置在大潭藻礁這個地方 那大家可以看到其實這個地景是非常特殊的 在乾潮的時候它會整個噗入 但是在滿潮的時候整個水就會上來 所以如果我們可以讓我們放一下右邊的那個聲音 所以你會聽到前面有一些波浪的聲音 就是乾潮的時候潮水可能再進來的一個狀況 但是你會聽到一些像是氣泡這樣子 亮亮亮的聲音 這個其實不是氣泡 這其實是裡面有很多的這種 不是說這種的像槍架 它躲在這個藻礁特殊的這個很多 就是這種細微的這個洞裡面 然後它所發出來的聲音 那但是這個其實只是算是才剛開始而已 我們來聽一下 我先把剛剛那個聽到 好然後聽到中間裡面 這一個錄音檔其實是在 正好是在中俄第三天然地區接收站 主要意地開發的這個基礎的地點 所以你就可以聽到 你看它這個水下的那個聲音 其實你看不到上面 表面上面也看不到任何的東西 可是水下就是非常的一樣 像豐富的 很多豐富的這個生態在進行 好那我們也發現到呢 這種動物的聲音 它的強度 它其實是跟當地 溫文老師他們透過網際 所抓到的這個魚類的數量 是有關係的 那很多魚類它就是吃什麼 這些甲殼類 這些這種小的動物 然後去當作它們的食耳支援 所以就顯示什麼 大含藻礁這邊的這個 豐富的這個鄉下聲音 其實提供了非常多的食耳支援 給這些魚類 那我們下一題 那所以就是說現在就是說 我們有一個健康的島礁生態系 它所發出來的聲音 其實是這邊一個很重要的環境特徵 那雖然說沒有在我們這邊 研究當中呈現 可是其實現在有很多的國際文献都顯示 一個健康的像珊瑚礁 或是一個漆地 它所發出來的聲音 它會吸引這邊的什麼 魚類跟無脊椎的這個誘生 它會被吸引到這個漆地來 所以怎麼樣 它本身很健康 所以它會產出很多的這個 魚類跟魚脊動物的誘生 但這些呢 又會被吸引回來 所以就怎麼樣 有一個很強的恢復力 但是我們現在認為就是說 隨著這個工業的開發 或是能為破壞 第一個 它不只是會讓 找到生態系的這個品質下降 所以就減少了 它所產出的這個 魚類跟無脊椎 另外還有一個可能是呢 它那個所發出來的噪音 它可能會遮蓋掉 這個漆地原本 所呈現出來的健康的聲音 就讓魚類跟無脊椎的動物 它聽不到這些漆地健康的聲音 也就找不到它的漆地了 所以我們認為 這樣子的這個 不管是人為開發 或是噪音的這個影響 都會大幅度的影響到這邊 大潭藻礁非常特殊的生態 謝謝大家 大家好 我是林謙祥 那我今天 因為大家知道 大潭藻礁這邊 做生態調查 其實是有一定的困難 那例如說 我們這個潛水的時候 可能有很多東西是沒看到的 那我今天這邊 在這個研究裡面 做了一點 比較不一樣的事情 做了一點 比較進階式的 來證明說 其實這邊有很多魚類 特別是魚類生存在這個環境裡面 那大家知道 海洋生物死掉的時候 它的生物遺骸就會沉積到 沉積物裡面 沉積物就是把它想像成 海裡面的泥沙 那我們在 溫老師在大潭藻礁這邊 收集了很多藻礁的沉積物 那藉由這個沉積物裡面呢 我們就去分析它 看它裡面到底有什麼東西 然後因為我們這一次的研究 是在研究這個魚類 所以我們就 專注在魚類的這些遺骸裡面 例如說 骨骼啊 牙齒 可是我們這一次 特別發現了很多的 魚類的耳食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這個就是我們採集 其實這是一個示意圖 就是我們就到這個沉積物裡面 其實是泥巴 它那個 藻礁的泥沙 然後就 一袋一袋把它採集起來 然後採集回來之後 採集回來之後 採集回來之後就是 我們大概每一個地樣點 大概就是3公斤到5公斤 那其中的1公斤 我們就把它拿出來分析這樣 那在顯微鏡下面呢 其實你就可以看到 類似像這樣的狀況 那裡面就會有很多東西 那耳食 今天我們要講的重點就是 魚類的耳食 那什麼是魚類的耳食呢 其實很簡單的講 就是耳朵裡面的石頭 那它有什麼特色呢 它其實就是 它的形態各異 每一種魚它有很特定的一些形狀跟大小 那有這樣的特色 其實就可以幫助我們做鑑定 那鑑定是很重要的 在鑑定一個魚類群聚構造上面 鑑定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們藉由這個沉積裡面 這些耳食呢 然後就去回推說 到底有哪些生物 曾經存在於這些海洋的環境裡面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那這個 這個其實就是一個很大概的結果 右邊這個圖 就是這一次 我們在大門寨教這幾個樣點裡面 找到的魚類耳食 這是學界第一次在這種沉積環境裡面 找到這樣的魚類遺骸 那大家可以看到 以數量來講的話 就是G2的這個45顆 還有這個 永安的這個33顆 其實是最多的 那其實這個 互相互應的這個 溫老師他們在魚類項調查的結果 就是這兩個地方 數量跟多樣性也比較高 這樣子 好 那就是根據我們這幾位 老師的研究結果 我大概給一個簡短的結論 就是永安跟大潭G2 不論是用哪種方式做調查 做採樣 其實它的潮池魚類和濟性魚類 物種跟數量是最高 那從這些結果 我們大家可以驗證說 藻礁其實是這些魚類的富裕所 像是 我們看到很多的小魚住在裡面 那再來就是高階掠食者 我們也看到 所以有一些耳食的遺骸 我們也推論 可能是高階掠食者 在其他地方吃的東西之後 來這邊排一個結果 我們最後是建議說 因為永安 今天化成保護區 我們認為它是多樣性高 它確實跟我們G2一樣高 可是如果G2都跟永安一樣高 那保護區就應該要擴增到大潭G2 甚至可以延伸到法育 作為一個永續的利用區 所以這個大概是我們團隊的最後的結論 在這邊 謝謝大家 好 那個 借給問光老師跟兩位老師的這個 對這一個研究目前成果的報告 那我相信大家都 從我們過去的一些科學研究 陸陸續都知道了 其實大蘭藻礁 在整個南桃園的這個藻礁群裡面 大概是目前狀況最好的 那科學家的責任就是 一直提出非常強而有力的科學證據 那曾經有一位老師 他提出一個說法說 我們來多一點這個科學的辯論 少一點謾罵 OK 那我們希望說 我們提出了更多的這個科學證據的時候 能夠來引起雙方的對話 讓這個大蘭藻礁 他的生物多樣性生態狀況 最好的情況之下 能夠在國人面前呈現 就算現在中油持續在開發這個地方 那我們希望藉由這些科學數據 能夠讓中油級這個政府單位 好好去思考這個 不管是公民團體、環環團體都提出來了 要立即簽贊的這樣的一個說法 那接下來我就請這個 我們當初的這個計畫裡面的 另外一位執行科專商務早 這個多樣性的研究老師 來發表他的看法 因為他的研究其實也呼應了剛剛雨淚多樣性的研究 我們請東南大學生命科學系 劉少倫教授 來就他所做的科專商務早的觀點 來提供一些互相佐證的證據 劉老師 那各位記者媒體好 那其實很高興看到那個溫老師團隊他們這樣子的一個結果 因為當初我們在接到林務局的一個計畫 我是不久要負責在科專商務早調查 那在我們在整個調查的範圍 從白玉移入到永安 其實我們有觀察到一個現象 就是說在大藤藻礁的地方的科專商務早的多樣性 其實是很高的 而且有達到八成以上的種類 數字種以上有八成以上是新種 那其實除了種類多樣性高之外 其實我們有看到那個地方的交替 基本上是比較完整 而且結構是比較壯大的 所以其實我們在那個時候 在很多跟陳正老師或是中文院團隊 或是其他團隊的老師在討論的時候 就會認為說那個地方照理講應該是 會孕育出比較多的一個生物多樣性 包含魚類 包含無極的動物 但是我們一直沒有這樣子的一個科學證據 我們只能從它結構上來去做一個推測 那溫老師他們這樣子的一個調查結果 也是直接證明說 大海藻礁其實在整個 這樣子的南部的桃園藻礁的海岸線來講 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 海洋生物的一個福育場所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 他剛才的一些調查裡面 包含的雙跡腳 一些大型的高階的那些捕食者的一些魚類 所以可以想像的到 大潭藻礁對於當地的一個魚躍資源來講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起鎖 那我們其實也有看到說 這個大潭藻礁它越往低潮的位置 科學證善物藻生長的越旺盛 那科學證善物藻這種藻類 它其實需要一些浪的一個衝擊 然後殺的一些輕蝕 它才會長得比較好 那我們注意到說 那個中油第三天海氣接受站的一個開發 其實它無形中就會造成這個水流的影響 也會去影響到這個科學證善物藻在當地 造礁的一個能力 所以我覺得整體而言 從這樣的整個資料跟我們這樣子的一個觀察 其實可以想像得到 中油第三天海氣接受站蓋完之後 對於桃園藻礁 這個地區的一個漁業資源會造成非常大的影響 那包含北邊的佐尾漁港跟南邊的魚王漁港 我相信那邊的漁民之後 如果要有比較多的一個漁業資源的時候 可能都是會有非常大的一個影響 那這是我對於他們 我們這樣子整個科學證據的一個呈現 我感到非常興奮 非常開心的提供出這樣子的一個支持 好 謝謝 好 大家可以期待說 其實我們這個科學團隊 陸陸續續的文章 都會在這個國際集團上面接受發表 大家可以期待在未來我們會 接著一場一場的記者會 把這個科學證據都呈現給 社會大眾跟所有 冠心大膽藻礁的台灣人 所以我要結論一下說 其實從2017年 科學團隊開始參與大人找到的搶救行動 到目前為止 我們已經發表在國際期刊上的這個文章 連這一篇已經是第四篇 在短短的不到三年的時間之內 我們努力的把這個業績衝出來 那也就希望能夠透過真正科學的證據 來去做這個保育的辯論 那其實呢 連一路在支持這個中油 可以開發這個地方的這個中心大學 李慶祝教授最近的一篇文章 你仔細看他的結果 也是支持大瀚藻礁的這個多彰性 跟他的生態特性是值得去保護的 所以我最後要的結論就是說 其實就像文光老師講的 今天大瀚藻礁非常值得去畫保護區 政府應該擴張現在的這個關心 也算通過保護區 把大瀚藻礁這一塊也畫進去 好 今天的記者會就到這邊為止 謝謝各位媒體 謝謝 那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來 靜梅 就是這個研究它是顯示 現在魚類種類數量很多還是過去 或是你們研究比較它的 這個幾年間的變化趨勢是什麼 然後第二個問題是 其實剛剛有講到說 這個會影響就是周邊的魚類支援 那所謂影響應該是指負面影響 好 可以再說明一下嗎 對 我們這計畫只有做2018年 這段期間的魚類支援 我們剛剛說種類減少 是跟林慶祝老師在2014年的時候 他們受到中牛的委託案 在這幾個點去做 我們就發現他們做的結果 其實就比我們現在的種 就以潮間帶魚類來說 種類跟數量是比較高 可是他們其實沒有做到潮間帶底下 對 潮下帶的魚類 那確實就可以看出來說 我們在一個地方 其實對它的環境都還不了解 可是我們就已經要把它破壞掉 至少我們現在做的這個資料 可以確定是在開發前的魚類 不管是潮間帶或是這種經濟性魚類 那等開發後 我們如果有機會再去做 更可以去證明這樣的開發 對於海洋資源 不管是潮間帶的物種多樣性 或是經濟性魚類的影響 剛剛忘記跟大家提 就是我們這個計畫的 計畫期程 是從2018年3月一直 2019 2018年的3月一直做到 2019年的1月 這是我們的期程 所以剛好這個是在整個開發 開始動工之前 所以在動工之前的這些資料 如果跟林興祝老師 他們在2014年 幫當時台灣縣政府所做的這些魚類調查裡面 已經看得出來是有顯著的下降 在過去這幾年當中 不管是其他的案子 或是其他當地的這些污染的情況 都造成這個魚類下 不管是種類數 或是他的總數量數 都有下降很明顯的趨勢 那現在開發的行為正在進行當中 那我們也相信說 如果在之後 如果有機會在做進行調查的時候 就可以很明顯 從科學上面去呈現出 這些開發行為 對於當地的這些魚類項的影響 另外剛才晉明提的問題就是說 剛剛這些資料 有辦法呈現出歷史性的結果嗎 剛剛有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 好 那那個先跳過 再問一下 所以剛剛所謂的就是 你們現在是做2018年 那你們是什麼樣的證據跟信心 相信他未來就一定會再往下掉 因為這也是一個假設或預估的這個嗎 嗯 是沒錯啦 就是我們大概沒有未來的資料 可是 以這種海岸流 像我們已經有很多歷史上的證據 你只要在沿岸做這些提防 它就會有這種遺體效應 你只要泥沙堆積了之後 這個礁體就失去它的功能 就是可能只剩一些 棲息在沙子上面的那種魚類 那以整個西海岸來說 桃園藻礁它會特殊 就是它其實提供一個礁體 提供很多的孔隙 如果我們把整個研究去跟 例如說 我們台中做一些高美四季外面的魚類 做比較的時候 那這些沙灘的魚類其實就比較淡密化 所以如果想像把大潭藻礁沙子去淹埋 我們就可以想像是這種 住在沙子裡面的魚類會出現 那當然跟現在的比起來 某些物種就會消失 那這是我們的推論 歷史正確的要不要請謙祥老師講一下 因為當初一開始我們做耳食的時候 也是想要回推比較以前的這個資料 可是以結果來說 確實跟我們想像有點差異 這其實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就是我們一開始預計是想要回推歷史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那坦白講 目前的這些證據其實沒有辦法告訴你說 這些耳食在成績物裡面 代表的是哪一個時期的東西 那這個東西要怎麼做呢 其實後續的分析的話 就是我們可以去做定年任這種事情 但是 不過這邊要強調的一點是 在這個研究裡面 我們第一次發現有這樣的材料 可以去 可以讓我們 等於說是開啟一個門說 我們可以知道過去跟現在這樣變遷 是這樣子 我稍微補充一下這個東西 那 因為我們在過去的這個調查當中 我們其實有做一些現地的這個水下的調查 那從林先生老師的資料 我發現到 其實很多的魚類都在我們水下 水下調查的這些 現場現看的資料是沒有出現過的 所以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魚到底躲在什麼地方 那因為剛剛不管是這個 吳老師或是我們之前的這些 研究發表 都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說 藻礁的研究是相當困難 沒有辦法用 研究沙地的方法去研究藻礁 因為它有一個礁在那個地方 我們沒有辦法用沙霧礁的研究方法 背著裝備 然後穿著非常非常 精緻的這些裝備 下到水裡面去做現場的現看 那是一個非常混濁 然後整個沙岸的動力非常強大的地方 所以我們對於整個探索的 其實有很大的限制 也就是因此我們才會啟動 除了傳統的魚類的調查 還要利用這個 林先生老師的這個水下升級的技術 大家可以知道 你光聽聲音就知道 它其實是一個非常吵的地方 所以非常吵就代表那個地方 生物光線很高 因為很多的生物是我們看不見的 因為水很濁 同樣在千強老師所做的這個耳石裡面 其實我們並不期待說 有那麼多的東西存在的地方 可是又是另外一個經驗 也就是說 從這些耳石也是要告訴我們 這個地方有非常高的其他的 漁業的生物光線 這個地方是我沒有辦法去做進一步的研究 所以就再次證明了 大潭藻礁 或是整個台灣的藻礁群 是一個非常特殊 生態上面非常特殊的一個生態系 都非常值得我們 再投入更大的時間跟力量 盡力去做研究和調查 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有兩個問題 一個是耳石 因為我知道硬骨魚才有耳石 那軟骨魚它沒有耳石 那軟骨魚好像有些只有牙齒是硬骨 反正的話要怎麼做一個分類檢驗 沒有錯 我們現在重建的其實是硬骨魚的資料 在所有的類似的研究 例如說以化石的研究來說 總是會有 就是沒有辦法有 形成化石或是形成生物遺骸 到成績物裡面的這種事情 所以還好沒有耳石 就是這樣子 那如果是要做鯊魚 當然就像你剛剛說的那種牙齒 但是我們目前還沒有看到有牙齒的這種遺骸 在我現在所處理的這些成績物裡面 還沒有看到 就是我沒有看到標本 好 那第一個問題不好意思 就剛剛講到說也是採樣 那有說跟當地的釣課進行 像公民科學家的資料收集 那什麼這些訪問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透過公民科學家這個方式 大概我們CSS已經在不同的地方開始進行 所以我們一開始遇到藻礁這個議題的時候 我們就從臉書的社團去找尋 在當地有釣魚的釣課 那他們就會跟我們說 他們在哪裡出現 然後釣了這個資料之後 我們就跟他收集起來 當然公民科學家 他跟科學調查的差別是 他沒辦法定量跟定性 所以我們在分析方式的時候 我們就會把這些東西考慮進去 就是說 當你采量的頻度增加的時候 理論上你的物種數會增加 可是不同的地點 你的頻度不一樣 所以用這個方式去做一個標準化之後 我就發現其實大潭那邊加上釣課資料 還有永安加上釣課資料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魚類的種類數量是比較高的 所以我們是透過臉書 然後找尋有意願幫忙 收資料的釣課去做這樣的資料 所以有幾個社團 他們都還有這種魚的尺 在圖片上 就是他們要到魚拍標本照 然後寄給我們去做 劍種跟提倡的這個鑑定跟分析 那個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OK 那 那個如果沒有什麼問題的話 那我們今天記者委託到這邊結束 謝謝各位記者的這個 今天的參與科報導 謝謝 聲音可以存放錯 對 示範一下吧 但是我們請記者吧 我們請記者 請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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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記者